为了落实急难救助与关怀工作 法虎山慈善基金会 除了积极进行各种未访关怀与急难救助外 更重要的是 透过圣言法师提出的心灵环保观念 引导世间受苦受难者 建立生命的目标 提供未来的希望 重新点亮生命的火光 此机会的服务含瓜了个人 以及弱势团体关怀 百年数人奖助学金 国内外重大灾害救援 以及更像赠灾专案 与其他公益慈善事业等服务 除了仰赖专业人员的规划外 众多义工的发心协助 并斥着不但救命 更要救星的大方向 落实心灵环保的理念 我们所秉持的精神 就是在从事慈善业务的时候 就是以 以圣言师父的 安生安心安家安业 这样的一个概念来进行 所以除了物质层面 也非常重视精神面 也就是心灵环保上面 因为毕竟我们服务的对象都是因为 平时可能生活上 遭遇上或者是面对到意外 或者重大灾害 所以因此造成了 身家或者是财产等等方面的一些影响 可是在心灵方面 他们所受到的一些冲击也是很大的 那我们怎么样在 能够尽量在物质面 也能够帮忙之外 也很重视心灵方面 那从受创一直到恢复 然后再发挥它的本能 那最后能够心安平安 在这个过程我想 也是我们秉持的一个理念 义工这项置业 需要完全出自欢喜的发心 用心甘情愿 满怀喜悦 以及无怨无忧的胸怀 为人服务 并且是全力以赴 从事义务性的工作 以服务人群造福社会为目的 同时也是以服务奉献等行动 来实践心灵环保的理念 其实奉献呢 就是一种修行 我记得有一年 是不是有特别讲过一句法语呢 就是奉献即是修行 安心即是成就 所以呢 能够让我们有这样的因缘 来去奉献 来做到这种历人历己的 这样一个工作呢 就透过这样一个互动过程当中 其实呢 就是在检验 我们平常所学习到的一些 这个文师修 那么透过这样的过程呢 来检验自己 是不是 这个跟你所学的有相应 那么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可以来检视我们自己的 一个过程 这个所有的父法菩萨们呢 唤醒菩萨们呢 这个是不要轻忽自己的力量 那因为永远是从历史的眼镜来看呢 我们出家法师 永远是比这个我们在家的父法菩萨们人数要少的 所以一定是靠我们身属恶重 一起来共同努力的 那我这边也是勉励我们所有的父法菩萨们 不要觉得自己好像 这个所学有限 那其实 你们也能够发挥 非常大的力量 那我们一起 共同来努力 朝向提升人生品质 建设人间净土这样的理念 共同来推动 进化人心 进化社会的工作 我们大概就主要是卫访工作 卫访工作的时候 我是觉得说 我很相信师父那句话 做无底的垃圾桶 因为卫访工作 你一定要是先去听案家的叙述嘛 你很专注的听 让它倒垃圾 而且这个无底的垃圾桶 我是觉得非常棒 为什么呢 因为我就是因为无底嘛 所以可以尽量向我倒垃圾 可是倒完我不会放在心上 因为它要无底嘛 所以我们说心底要扫空嘛 不扫心底就是空扫地 所以我就觉得很不错 我们的做医工也是俗共的 做医工要是提升人品 提升人品 当然你若人品提升 你就会把你好的 把佛法讲讲 你会把你的情平好友 把你的身边做他朋友 做鼓励 做便利 我们不是说我们今天是我们书 跟你说 我们的生命就是有情 因为我们孩子又生了 做妈妈 每天都没有什么犯金 给他们接受苦力 我们也不想要面对 我们法老师的书 来说你只要面对他 接受他 在我针对低潮的时候 刚好有八五三的师兄 让我勇敢地走过 这个医工也是让我们提升的 让我们有很多 让我们看到的世间 无常太多太多了 我们有一天 轮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去做了 我们就知道 过期人都这样做 人在演戏给我们看 我们就看他的人 我们就知道 哦 这在拨鱼的 我们就在做关怀活动 我们就认真 输入高台位 我们就落实给人心 慈圣基金会一公一路走来 可以如实地感受到 人生悲苦的本来面向 但运用慈悲与智慧 来传递关怀与爱心 协助受助民众去面对他 接受他 处理他 放下他 进而让生命具有了 庄严的意义 也让心灵环保的种子 在社会各角落生根发芽 这次的伤证 已经查到 你们在家里面 看到的 我们就帮助 我们就去掉 我们就在家里面 也让一扎 这次的伤证 就在家里面 有一点 会儿